今天很高興邀請到一位得獎者上來 得什麼獎呢 就是英女王紀念的60周年紀念獎章的一位人士上來 他的同事也是加拿大華人自由黨的協會主席 你好Francis 你好 大家好 恭喜你先首先來到英女王的勳章 好良好就是心口的一個 沒錯 說說你的得獎感受 首先我想介紹一下加拿大英女王 伊利沙伯二世的60周年登基傳奇的勳章 顧名思義紀念英女王 登基也是加拿大的女王 1952年登基成為女王 至今年剛好是60年 加拿大為了慶祝這件城市 特別駐造了6萬個 紀念的勳章 就是全加拿大6萬個 目的就是頒發給長期服務於社會 對社區有重大貢獻的各階層的人士 其中包括國會議員 另外有各級的公務員 加上社區各階層的人士 包括你了 你不是國會議員 不是省議員 但你是社會的重要人士 所以就頒給你了 也不是 其實在我認識之中 很多位都得到這個獎 我個人得到獎的感受 當然覺得非常榮幸 同時也感覺責任重大 有必要的就是加倍努力 就是奉獻社會 以及回歸給社會 我看到你的胸口 除了有這個獎章之外 還有一個獎章 你還帶了這一份文件上來 不如跟觀眾介紹一下 是不是一給就給你這三樣東西 所謂這個傳氣的勳章 包括三方面 第一,我掛上來的獎章 第二,有一個獎章 第三,有一份由加拿大總督 所簽署的證書 這份是加拿大總督 即是發給每一個得獎人的證書 證明文件證書 另外一份是有得獎人的名字 即是在這裡 兩份都有加拿大總督的簽署 不單止有這三樣,還有一支旗子 這一支旗子又如何呢 我想解釋一下 這支旗子,下面有一個六十這個字 代表六十周年登基,成典 ER,中間有一個二字 E代表Elizabeth R代表Regina 即是伊利沙伯女王二世 六十周年紀念 不要誤會了,她是急症室 是伊利沙伯女王二世 今天有這麼多事情,不如你介紹一下 你除了自由黨華人方面的協會主席之外 大家都很熟悉 你還有其他社區的活動 為老人服務 目前,其實過去多年 我都長期服務社會 包括慈善、政治、救災 例如四川振災 以及領養孤兒的活動 但我一向來說,都比較低調 目前來說,我所擔任的義務團體 包括華人自由黨協會主席 他的宗旨目的就是向加拿大廣大的華裔 介紹加拿大各級政府的政制、體制 就是促進加拿大華人對政治的認識 提高加拿大華人的參政、意欲 以及華人的政治地位 另外,你也是行見會的會長 沒錯 不如介紹一下甚麼是行見會 安省行見會 其實其中有三位創辦人 第一位是余永賢創會會長 他目前退休 第二位是社會知名人士 伍卓生先生 他亦是安省獎長的得主 第三位,大家很認識的 就是你了 不是,陳國志 陳國志聽獎 行見會已經成立了超過25年 行見會的名字其實就是陳國志 取名是天行見,君子以自強不適 就是這個意義 他的宗旨就是弘揚孝道 敬佬尊嚴 我們經常都會舉辦一些文娛康樂活動 即是鼓勵長者參與 促進他們身心的健康 正面的生活 沒錯 不要有些憂鬱 或者可以一起群體的老人家的生活 另外,你也是萬錦市百福村的鄰居協會會長 百福村真是不騰匹 這個互助委員會有些事嗎? 這個會成立了大概一年 我很榮幸也是創會會長 其實英文名叫做Buttonville 即是Residence Association 位於萬錦市 這個區的市議員也是何胡敬 這個會創會的宗旨就是聯絡村內 即是各街坊對於區內的各種問題 反映給市議員和市政府知道 例如交通、治安、市政服務、產雪等各方面 希望加以改善 同時亦促進官民之間的溝通和調良 非常重要的角色 因為很難找的 議員和市長交給你們去找就容易很多 集齊所有意見就不用逐條逐條去回答 包括接下來的萬錦市 我知道你那區 何議員經常說有剷雪的服務 等等都可以向你們申請 除了這些回饋社會的活動之外 接下來拿到這個勳章之後 有沒有再更加回饋社會的責任在此呢 我想大家最關心一點就是 明年安省將會有一個新省長出現 目前安省自由黨在1月25日明年 會選出一個新黨魁 同時他亦自動成為一個省長 我們採用的仍然是舊有的黨代表制 即是在107個安省選舉之中 會選出一些黨代表 這些黨代表在明年1月25日 在黨領選舉大會選出一個新黨領 同時亦自動成為新的省長 大約有多少個黨代表呢 每個選區會有16個黨代表 由那區的黨員選出來 其中自由黨協會那區的主席 自動成為黨代表 其餘15人 有一部份是年輕人 一部份是婦女 另外一部份是其他成年人 即你是華人協會的代表 我自己本身亦都要經過 投票 可以正式成為黨代表 黨代表會在明年1月13日和14日 即是一個選出來 然後在1月25日 就是一個黨領選舉大會那裏 我估計大約有2000多人 就會在多倫多Downtown的Maple Leaf Garden 即是選出一個新黨領 以及一個新的黨魁 目前正式參選有7位 即是一個黨領的候選人 現在剩下一點時間的時候 不如說說 很多人都有興趣知道 自由黨有華人協會 怎樣去參加的呢 要不要交會費的呢 上網又行不行的呢 大家可以參與我們ChineseLiberal.ca這個網站 或者在我們的Facebook Search for CCLA 亦都會看到我們環自由黨很多資料 同時如果在每個星期 我們都會發表一些政治性的文章 解釋這個自由黨 無論是聯邦或者省自由黨的政策和理念 在這裏再一次恭喜你 得到英女王登基60周年的勳章 希望你更加繼續為我們社會服務 更加多老人家得到你的幫助 今天多謝你 多謝